体恩 啊 莫有 美珠 钻石 折一天石 箭石钻 哈 哈 而我呢 会在这个系列里收集各种七星种 带大家看看不一样的MC 有请我们的第一号七星种 NTN 活动的TNT需要使用红石激活才能引爆 但是这位NTN先生 只有在红石上才会保持安静 一旦离开红石 瞬间爆炸 真是人如其名 都是TNT 怎么就你与众不同呢 第二位七星种 莫有美珠 这位可怜的莫有珍珠 被某个年儿坏的家伙 抠掉了中间的珠子 所以呢 它失去了传送的能力 不过啊 也算是因祸得福 它有了一个新的特性 时间回溯 就和鬼叔妖姬的技能一样 把它拿在手上 点击右键 就会回到几秒钟之前的位置 其实这个东西叫鬼叔妖环也不错 第三位七星种 折一天石 它原本是一个不死图腾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 被人折掉两边的小手 自那以后就失去了重生的能力 变成了 碰到它就会死亡 如果以后碰到了这样的图腾 可千万别捡起来啊 第四位七星种 箭石钻 这把剑只能反着拿 剑刃朝自己 显而遇见 用它攻击生物便会隔到自个儿的手 这么可爱的剑 可得是某个知悔的人设计出来的吧 第五位七星种 钻石 是的 我觉得它叫最适合无问题 但总感觉那里怪怪的 最可能是 挖掉它不会掉落任何物品 真的是 干得漂亮 最后 最后 我们还有一位神秘的压轴嘉宾 我都没有把它放到封面里呢 它就是 史蒂夫飞机 真是太残忍了 史蒂夫那么可爱 怎么能使用史蒂夫搭飞机的 这就是 人体无辜吗 哎哟 总感觉有种莫名的习感 咦 看这里 求着几位史蒂夫的心理应用面积 格林的史蒂夫被人做成了支架 还是脸朝地 这可真是太残忍了 既然是飞机 那必须得能飞啊 来 史蒂夫航空A304号飞机 现在起飞 请各位乘客收起小出版 调直座椅后背 我们马上就要起飞了 我呼啊 每天关注的朋友 记得点个关注嘛 每天都能看到好玩有趣的MC视频哦 我是奶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